在刚刚火翼双子时的确不幸被我言中 因为双子座是管我们的沟通、通讯 而如果火星亦不发生在双子座 我那时就铁纸肯批我们通讯伺服器或网络供应商 就会有一些起火、爆炸的状况 果然我们可以先去看看中国大陆的素咒 话说当时美国政府禁止一些晶片出口到中国 但这件事当然会直接冲击内地要发展超级电脑、晶片的命物 因为现在这些最主要的生产商是在台湾 但话说有一天忽然之间国家支持的 素咒超船中心就发生火灾 其实不止这一宗 相计在大陆不同的地方 特别是超级晶片、超级电脑的工厂都发生火灾 然后我依稀记得那时很多网民都有一些阴谋论 好像是类似毁尸灭绩那样的 我不是很清楚 大家如果有印象不妨可以留言说一说 是发生过当美国说要制裁的时候 跟着大陆就发生了几宗电脑伺服器 然后有些阴谋论是说这些是特意的 还是想隐瞒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好像想隐瞒一些财政数据呢 又好像说 因为好像说他们以前在不断拨破款 但是他们现在 就是因为被人制裁嘛 那他们就没得发展 就没得拿破款 就好像说是不是因为因此 怕被人check 然后就作成自己 自己烧自己 类似是这样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印象 同期就 有这个韩国 就是韩国 就是说真的 一向都是科技的先驱 在全世界来说 想不到他们这个数据中心的电房 都会起火 然后这个什么Kakao Kakao Talk的东西 就 淡满了 然后我那时候也 立刻有粉丝和我报料 就因为他是香港人 但是住了在南韩首尔 因为首尔的数据中心是起火 所有那些即时通讯 手机payment 叫车的app 都是死了的 这个就多得粉丝报料 不过当然都是上细新闻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出位的新闻 OK 还有有一些 比较相类似的事件 虽然就不关火的事 但是这也是影响了我们 大家日常生活中的沟通 去降低了那个facility OK 例如有一阵子 Instagram 有一个封锁潮 全球大批帐户 是无故被停拳 甚至是无法更新 甚至是永久停用 即是直接叫做 删除了那个帐户 幸好 我的Instagram tm underscore jtm 就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OK 然后同时也有一些 充电尿袋 就发生爆炸 当然 我们为什么要充电尿袋 就是因为去叉手机 然后手机 以后方便我们去通讯 去沟通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小的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最应验的就是 大陆的这些超算中心 或者一些晶片厂 发生了很多的火災 以及韩国首尔的这一宗 新闻的 嘩嘩嘩 接下来这个部分 先真正让我引以为荣 引以为傲 不过这样说又好像很差 因为 它不是什么开心事 而且这些不开心事 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如果我自己遇到 我相信 没有什么荣幸 没有什么羌慕可言 而是会引以为悲伤 好了 是什么呢 其实说真的 早于去年2022年头 那一年5期的预言 一年5期的预言 预言 第四期的预言 我已经有说了 不信你们可以自己去重溫 第四期的预言 一年5期的第四期 我已经说了 在秋天 即是早到在9月的时候 甚至是 为什么呢 因为 火液 就是因为火液相似 但是它会有那个 Preshadow Period OK 那整个秋天 我就跟大家说 哇 那些什么 偷骗 拐骗 盗舌 搶劫 真是 获获新鲜 获获金 所以我不断不断提醒大家 我自己的频道 年初这个预言 第四期已经说了 然后年中又说了 年中 我记得 我曾经有一次上过 《怪壇》 买布公房节目 网台节目 《怪壇》2.0 我又说 叫大家什么 秋天 不要穿金大银 不要穿金大银 不要给你知道很有钱 但是我同时说 有一些情形 你都被无可避 为什么 家賊難防 果然果然在李家超上任100天發生了很多這樣的事情 然後有些人笑他腳頭不好 可能都是真的 但是在星象上解釋就是關火疫商之事 所以我也一早說了這個關火疫商之事 行劫、私票、盜竊 每天都有這樣的新聞 不單是在街上去搶人家 還有我們現在想說偷握拐騙、搶劫、盜竊 斬民那些我們在之前那幾集說過 控制不了火爆脾氣 但是現在想說一些暑虧狗偷的事情 但是很多這些暑虧狗偷的事情 是發生在家裡的 有一些是自己人、監守自盜 還有一宗新聞很搞笑的 是這個案中案 話說什麼 有些很蠢的內地女學生 拍片欺騙自己父母 勒索一班父母五百萬 就說被人禁錮和虐待 你們自己一直看這裡的底圖 在這裡的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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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無法逐一去解讀 還有說真的 都一定不像這些 我只是給大家一個感覺 等一下有一幅底圖 可能你們會看到 就是這個案中案 其實這些就是自己人欺騙自己人 一個女孩子欺騙自己父母 勒索五百萬 你說是不是白癡的 還有很多是大宅裡被人去測試 九龍堂好像也有幾宗 然後我中環堂樓也有 你們自己去看底圖 我不逐一解說 但是在現在這個時候 因為都是最後一集 這個part 5 想再說多一點 mantra 火翼 你不要以為火翼會小了 因為火星的本質就是戰士 所以逆行期間 其實真的不會減輕殺傷力 只會強化他的作用 他這種表面看起來好像是壓抑的能量 但是他一定會找到出口 好像火山爆發 你滾著滾著滾著 最後還沒爆 好像暗瘡 好像便秘 便秘你的屎 你不會一直放在那個rectum 最後你又要出口 聖言 他可能會有一時間的無力反擊 可能一時間他會有這種內在壓抑的憤怒 有些 rare cases 可能會令到人降低了那個self defense 特別是在他猶豫不決的狀態之下 那個自我保護機制會有一種挫折 產生一些挫敗感 但是 eventually 他一定會把這些東西發洩出來 特別是當火星回復的時候 但是很多時候 很多人他們不是這種減輕火氣的現象 而是他們變得很躁動 而火星相子 大家可以去回顧一下 在火翼相子的時候 你們身上有沒有發生 因為這些東西是沒有新聞驗證的 但是我們不妨去看看我之前說的沾聲預言 在一些個人生活上有沒有中了 你們反問自己在過去這段時期 有沒有一種刀子嘴鬥符心 但我們這裡不理刀子嘴 我們是理刀子嘴 會不會經常言語上有很多尖酸合薄的吵架呢 首先當然是吵架 或者呢 就算你不是罵 但是會不會說一些很mean 很passive aggressive的東西 而且特別可能你本身 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但是在這個火翼相子的period 你們做過這樣的事情 都可以去反問一下自己 因為火翼相子 它會有一種很強的能量 就是說 一些無法去確實 一些不斷變根的訊息 一些資訊 其實呢 如果我們人類要很邪惡的 把這些東西運用 即是我們散播謠言 或者說一些在誹謗別人 還有一些很有敵意 充滿敵意的溝通 這些都是火翼相子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感受到的事情 因為說多次了 火星的那個圓形呢 是一個warrior 什麼warrior呢 不是一些很civilized 就是一些很有文化修養的人 火星的本質是很粗魯的 是很直接的 然後他雙子座 雙子座就是管爭吵的 或者是講粗口的 跟講粗口都是很有關的 很低俗的 這些這樣的言論 所以 真是叫做喲婆月絕之分 之分客 這兩個元素合在一起 我們是不是會很多時候去 去說一些很難聽的話 或者散播謠言 最後這一部分 都是大家可以去反問一下自己 因為 當然你不會上新聞見到 這些不會成為新聞的 所以我沒有得在這裡 找一些底圖 去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大家可以去做一個 自我生活上的回顧 講完這麼多火翼雙子的壞事 讓我們回顧一下 2022這個超級雙魚年 首先我講過 會有大電影 即是一個很史詩式的電影巨獻 以及一般都是一個電影大年 我們先講香港 八大千萬票房的港產片 都是在這個 即是這個 即是這個 即是2022 裡面去發生 上映 上年 哇 即是港產片是 那個談論度非常之高 有黃子華的 很搞笑的 那個叫什麼 那叫什麼 然後黃子華 然後又去扮那個正義超人 那個 什麼東西 忘記了 去做律師那個 什麼淪涼水那個 OK 說到口邊 然後當然有 古天樂的明日戰記 然後有正義回朗 這些東西 即是令到 電影 彷彿一時有一個復興 OK 那不單是講香港 最緊要最緊要 我覺得 原來去年的代表性電影 在哪一部呢 那就不是Arvatar 始終這個是續集 但首先我想說Arvatar 它剛好就是 許底世界 不就是魚 剛好就是魚的電影 那當然這個也是一個 很大的具現 OK 但是最最最最緊要 其實就是 EEAAO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OK 在奧斯卡 奧斯卡裡面 它是還奪了很多韓大獎 破了紀錄 還有就是亞裔的演員 是拿了很多獎 還有 雙魚嘛 我們經常都說 雙魚就是 一些 minority 平時最被我們去看不起 或者 不要說我們去輕視它 或者 最沒有什麼起色 不是最突出的一些群體 終於沒有起頭來 亞裔 你想想這部戲 還有 它整個 就是講一些 穿越不同的時空 平衡宇宙 其實就是 很符合相遇的現象 是不是 還有 其中一個 是 楊子瓶貼那個 第三眼 這些 蟲果體 靈修 這樣的東西 通通也是相遇 所以我真的說中了 上年會彈生一部 就是電影史上一個 傳奇 就真的是這個EAAO OK 是不是 EAAO OK 好 講起雙魚 所以我也預告了 你想想 魚 經常在那裏 游動 還有 魚是很害怕青的 你下一個池塘 有一點風吹走動 那些魚馬上去 游離開 OK 因為它經常是 受苦受壓的那一群 所以它們會有很多 游離被迫遷的現象 果然在去年 2022這個超級雙魚年 是發生了很多 同類的新聞 OK 例如 深圳有地下教會 近六十人 去濟州島 然後轉赴泰國 清造持續跟蹤 申請難民身份 難民又是相遇的 Theme OK 這些 深圳的基督徒 在內地就遭到 蘇蕩 OK 希望它們現在一齊安耗 然後又有些什麼 新聞是發生過呢 富士康大暴走 記不記得 鄭州那時候的新聞 就說 他們的宿舍在裡面 忽然之間有多人死亡 但是是因為什麼事 是不是因為 感染到COVID 這個我忘記了 就搞到一些人 說 六夜執行李 正常在逃步 說要走回鄉下 有沒有這樣的印象 OK 這個又是非常之雙魚的Theme 被人逼回鄉下 還要是逃步 雙腳走 雙魚在醫療占星學 就是掌管我們的腳步 雙腳 OK 然後同時 普京發神經 在軍事動員 令國民逃難 那時候 在他們網絡最熱的搜尋 就是怎樣離開俄羅斯 還有那時候 就是千金難買一張機票 OK 話說 我想說 你真的想不到 我現在移了去泰國 大家都知道 你知不知道 原來泰國都有 很驚訝 這個世界任何國家 都會有其他國家的人 我相信 就算我這裡 泰國都可能會有 北歐的人 都可能會有非洲的人 但是 我沒有猜到 都有 頗一定數量的俄羅斯人 因為我曾經在街上 聽過幾次講俄文 逛超市那時候 還有 有一次我在樓下做健身 就有一個俄羅斯的男生 他就說他跟他老婆一起來 他說 我相信他避重就輕 可能他不想我歧視他什麼 什麼都好 但是其實他都是受害者 我就不會歧視他 但是他說他跟他老婆 就來玩半年 對 你好人好姐 你俄羅斯人 走來泰國玩半年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逃避那個 就是不想參軍 OK 好 那這些通通都是一些超級商園年的Themes 還有 我真的說中了 其實由年頭到年中 不停有很多發生 例如泰國那個大麻合法法 不過好像是 就是某些大麻 包括都好像包括娛樂性大麻 算了我不搞這些事情 但是 泰國這件好出名 就真的在去年2022超級商園年是發生的 然後一路去到年尾 就是因為我在年中之後 就是做了那個回顧 是不是 火翼雙子的提示和年中的回顧 但是過完去年年中那個回顧 一路去到年尾 都仍然有很多有關大麻 就是一些放鬆的新聞 是發生了的 例如德國就是在去年2022年 計劃向歐盟申請休閒用大麻合法法 尿最快2024年生效 OK 德國 然後又有美國 美國就 拜登就說特赦因持有大麻以被判入獄的犯人 他聲明就說 表示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使用 持有大麻以入獄 OK 不過也有些人說 其實這個是有一個政治的隱形 因為 有些人說他想拉攏那些左翼的選民 希望他們民主黨在中期選 可以得到更加強的呼聲 OK 好 除了大麻那時候我真的點名 為什麼呢 因為大麻是一些迷幻的東西 被人放鬆的東西 其實相遇也是有這樣的類型 OK 好了 同時呢 我也都說過會有同性婚姻 不過其實說真的 世界的那個潮流很多地方 那個同性婚姻也都不斷在這裡 更加強勁 但是為什麼我會特別去提同性婚姻 OK 因為相遇是跟 minorities LGBTQ的群體 還有他在說一些雙元性 多元性 這些多元婚姻 同性婚姻 我都之前預料會在 2022會大行期到 果然呢 在這個年尾的時候 古巴都同性婚姻是合法化了 OK 繼續 還有什麼相遇的事情呢 最後就有點不開心 我都說過會有一些若兒的個案 因為兒童就是 就是minorities 當然 他沒有反抗力 還有他是在八陽之前的一個星座 八陽就是在說兒童 所以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總之我告訴你 在這種轉移之前 木星在相遇 跟著入八陽之前 兒童是會很容易成為 minority中的minority 就是他們會最容易拿東西 OK 跟著呢 嘩 發生的事情 可謂多不清楚 那時候的報紙都是 罵到 例如寶良谷的嬰兒組 嗯 那女職員就 推跌一些幼兒 OK 然後剛巧有單哥倫比亞的媽媽 黏了 強迫我十三歲的男童 因為他不肯做家務 就強迫他跟寵物狗發生 然後 又是寵物 小動物又是一些minorities 所以這裡 他是強迫兩個minorities 去 逼他們 這個媽媽都瘋了 OK 跟著又怎樣 從領異校 香港的 是一個特殊校 三招若童 在大埔 OK 不止的 跟著 還有什麼 看著 從領異校 教育接了八宗投訴 包括 兩宗若義 好了 跟著還有 同樂居 還有很諷刺 他的名字 就說 香港保護兒童會 但原來他們學校院寫 同樂居 就在這裡爆出若義醜聞 通通這些東西 都是在去年這個超級商業年 我年終做完回顧之後 但是在年尾 不斷繼續繼續爆發 OK 好 好 跟著還有些 最後說一些比較開心的東西 OK 左膠 左膠橫行 我說minorities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左膠就越來越電 例如 途中見到這個 不知道哪個選美比賽 平心而論 還有你不要說 觀點與角度 情人眼淚出細思 但是這個 途中的人物 很明顯一定不會 稱得上美 我比他還美 OK 但是他竟然是選到 選美小姐的獎項 就是因為他是變性人 OK 這些minorities 開始去冒起 但是我覺得 有點過分了 OK 跟著比較開心的東西 就是我也都說 小動物的權益 會受到很多關注 但是 比較慘可能是 因為他們先受了苦 然後會受到關注 所以記不記得 在 上年年頭 還沒有一些 動物 被人去滅 去 去剿滅 去圍捕 那些東西 那些 那些 倉鼠 兔子 交出來的那些 OK 但是呢 我也都說過 但是 起碼他們在我們人類社會 那個地位都不斷 會受到提升 所以例如我說 一定會出一些 就是 動物頭寶 OK 而且開始會賣廣告 因為開始大行祈禱 OK 可能你說 其實十幾年前都有 但是他不是大行祈禱 但是去年這個 2022雙元年 就是他開始會大行祈禱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 你有去留意一下 社交媒體 都開始有很多 類似的廣告出來 OK 還有這件事 真是 好 好重 重套飛起 就是 尖沙咀星光大道 開放了 那個寵物供養公園 就是 上年2022 這個超級相遇年 可以進行這個 人寵共融 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住 九龍的朋友 那時候我住紅磡 就經常在那裡跑步 就經常跟那些狗狗說 Hi 很開心 通通這些事情 OK 好 好 然後還有 最後原來還有這宗新聞 那當然就不開心的 那 那 我也都點名說過 在 我是點名說過四寸 OK 我真的說過四寸 就會有 地震 也都果然在去年 就出現了 OK 好 現在就 現在都來到 2023的5月 我們先 正式回顧完這個 2022的 所有的 成長 是的 所以可見 尖聲是非常之神奇 也都希望 將來 有更多的機會 去見大家 而我最近 真的會把 很多的真力 放在Patreon 因為始終那些是 付費的會員 我要對得他們 對不對 很多尖聲的資訊 都是放在 Patreon上面見的 在這裡再呼籲多一次 就算我當你未成為付費會員 但是都請訂閱了 因為有時候我也都有些免費 不需要付費就看到的黃金資訊 OK 那就在這裡祝各位 生活愉快 身心看泰